好,有了之前的基础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测试接口了 那我们这一小节就把这个测试接口一块说一下 然后在TestUser里面 Test文件夹User里面 User文件夹里面呢 我们建一个login.test.js 就单独建一个文件 在这里面 然后写上图示 就叫user.api.test吧 author 好,根据我们之前做的演示呢 我们肯定是首先把这个serv给它引进来 对吧 就是把外面这个serv.js给它引用进来 因为这个是要测试接口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用户 对吧,创建用户 就是我们要实现注册 实现登录等等这些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用户名给创建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注册一个用户 用户名都有吧 密码都有吧等等这些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用户信息 给它写在这来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用户名 等于什么呢 等于写个特殊的吧 因为你是测试数据嘛 对吧 这样也好找 比如说date time.now 这样的话用户名就没必要写个章三 写个理四了 对吧 就是你随便写个就行了 只要符合规范就行了 那我们就用时间车 然后加一个u 加号键就可以代表用户名 然后passer的密码也是 把这个就是测试用 正常情况下这些注册完之后 就是验证完之后都会被删掉的 如果一旦没被删掉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这些处理的特征去把它识别出来 然后手动去删掉 对吧 好 我们的用户密码建完之后呢 我们建一个 test user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用户信息 全部都放在这来 比如说user name 然后passer的 这两个为什么单独拎出来 因为这两个它里面有一些那个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字符的定义 所以单独拎出来了 你写在这也没问题 有写在一块也没问题 然后nickname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 name 然后gender 比如说我们复制成1 这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 大家需要的信息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还要写一个东西 叫存储 cookie lite cookie 分成什么 就存储 cookie有什么用呢 存储 cookie就是我们 上一小节我们说 我们要在单独拳试的时候 我们要绕过登录验证 对吧 这个时候就需要 这个cookie了 所以说我们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说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来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開始写 单独拳试 第一个单独拳就是注册 test 描述是注册一个用户 应该成功 对吧 这个肯定没问题 注册嘛 就是注册要多数据库的 所以说要Authanc一个 一个一步函数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好 这里面我们看怎么写 根据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测试API的一个过程 Await server serva.post 注册的API是多少 是API UderRegister 对吧 这是注册的API 然后点Post 然后再点Send 去发送一个用户的信息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折一下行 就看着稍微清晰一些 然后Send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TestUder 给它发送过去就行 也就是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说我需要用户名 需要密码 然后需要这个性别 对吧 这个昵称我们发送过去 也没关系 就是它有的话就有了 没有的话 用到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 多传个参数而已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对于注册来说 这个昵称有没有 无所谓 就是你有也行 没有也行 反正就这样 然后这就注册就完了 对吧 就是我们 那个访问一个接口 然后把数据传过去 就完了 注册没有什么登陆限制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 expect 期望什么呢 期望Response.body.arrowNumber.2 2b0 2b0对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接口 也就是注册这个接口里面 这个应该是注册 注册 它最终返回的是一个 就是Controller里面 re-digit方法 对吧 我们可以连过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Controller里面 它返回的 成功之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这个Success Model 对吧 不光是注册 所有的接口都是这样的 Success Model 有个什么特点呢 我们从这儿 可以继续往里面看 Success Model 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ArowNumber.0对吧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返回的信息里面 如果是ArowNumber.0的话 它一定是成功了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验证 它是不是成功 好 这是注册啊 然后我们再测试什么呢 重复注册 对吧 我们说过 我们注册的时候 要判断一下 用户名是不是存在 对吧 如果用户名已经存在了 哪怕它之前没有 前端没有验证 把一个已存在的用户名 交给注册流程 那注册也会把它打回 对吧 注册里面 它单独做一层验证 叫用户名是不是存在 那我们就这儿 就测试一下 重复注册用户 应该失败 对吧 所谓重复注册用户 就是说用户名是一样的 那怎么是用户名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TexU的 再注册一遍 不就完了吗 反正它的只有没改 A상 这里面的逻辑是一样的 然后注册 然后把TexU的 再去传一遍 再去传一遍 然后它的值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not.tob0 不管返回什么 反正都不是零 对吧 不是零就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 验证重复注册 这一点呢 我们单独做一个用力 是因为它比较重要 一旦这个重复注册的 这个过程有问题了 的话 注册了一个重复的用户名 这个是很麻烦的 对吧 然后查询用户是否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测试一个什么接口呢 测试那个用户名 是否存在的那个接口 查询注册的用户名 应该存在 好 还是按照那个老套路 我上一个 sign.hose 用户名 是否存在的那个接口 是什么来着 是 api yoder is exist 对吧 应该是这个 对吧 大家记得吧 这个如果不记得了 那你说明你的机型太差了 忘了太快 然后send 把用户名给它传进去 传个对象 注册name 好 用户名 还是这个 还是没变 对吧 所以说我们注册用这个用户 然后重复注册也是用这个用户 然后查询用户是否存在 还是用这个用户 那第一遍注册应该成功了 重复注册应该失败了 所以说用户已经注册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查询 这个用户是不是存在 那它肯定是存在了 对吧 所以说最后我们 还是expect 我们期望这个 response.body.arrow number 这个返回值 是什么 是零 对吧 就它应该存在 好 接下来干什么呢 就json schema的检测 如果说是用户的格式进行校验 对吧 好 那我们先往描述写一下 json schema检测 非法的格式注册应该失败 好 也就是说我们尝试注册一下 然后我们输入一些非法的 就是不符合这个json schema 这个格式检验的一些数据 然后它应该是失败的 作为一次 开始进行这个注册流程 serv.arrow 换行吧 post 然后注册是api user register 12 send 好 send里面这个时候就不能把这个testuser给它放进去了 因为testuser是完全合法的 对吧 json schema完全合法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写一下非法的 比如说user 内幕等于什么 等于123 这个就是非法的 用户名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字母开头的 对吧 我们之前说过 用户名 不是字母开头 不是字母 或下滑线 开头 就是数字开头的 我们这儿是不允许的 当然这个规定是你自己定的 你可以自己去改规则 然后password 这个时候等于什么 等于a 这个时候password的最小长度不是3 我们定义的password最小长度是3来着 然后nickname等于什么 等于注册 这个我们不写了 注册不需要那个那个 然后jinder 比如说写一个什么 叫写一个mile 不是数字 mile就是那个男性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儿写个英文不是数字 它应该都不符合那个jinsk的检验 所以说它注册应该是不成功的 对吧 对我们希望它不成功 然后就 希望response叫body. aerone number.not.tobe.0 对吧 不是零 那就是说明是失败 我们也希望它失败 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什么 就是登录 就上面这一通全假的还完了 注册 重复注册是个验证 然后用我们的事物室 也是个验证 然后jinsk的检验 检验也是个验证 都验证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执行登录了 登录应该成功 OK 那还是执行这个sow sow.post 然后这里面api 登录的那个路由 api user login 对吧 好 send send这个时候我们登录的 需要什么 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肯定是期望什么呢 注册完了嘛 它登录肯定是期望成功的 对吧 expect 希望这个response.outday.arrownumber.toe 0 希望它是0 所以它应该是成功的 然后 入词完之后应该是什么 获取cookie对吧 所以说我们上面定义了一个cookie 就是存储cookie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cookie放这来 比如说登录成功之后 应该是把cookie 就它应该是有cookie的 cookie怎么获取呢 是通过response.headers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setcookie的这么一个值 好 它是个数组 然后join 把它变成自乎串 通过finout形式 根据cookie的这个格式 通过finout形式变成自乎串 所以说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就有cookie了 对吧 cookie之后我们把cookie拿过来 拿过cookie来干嘛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拿过cookie来干嘛呢 做删除 我没说过 我们新增的这个 删除的这个路由里面 有一个登录验证 对吧 登录验证 其实验证的是什么 验证的就是cookie 就是你有cookie 你就能通过cookie找到session 这个事我们已经说过好多遍了 有了cookie之后 就可以通过cookie找到session 也就证明你登录了 对吧 也就是说验证是否登录 其实验证的就是有没有cookie 所以说我们 再去做这个删除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cookie 传业区之后 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接下来就做删除就是了 删除 test 删除用户 应该成功 删除也是post的 然后它的路由的地址是 API U的delete 然后它什么都不传 对吧 删除 我们说过什么都不传 然后需要那个删除自己 比如说需要通过登录的信息 去找到自己的用户名 然后把自己的删除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setcookie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一去访问这个删除的借口的时候 我们把cookie给带上 cookie是从这儿获取的 然后我们把cookie给带上 带上cookie之后 它就能绕过这个登录的验证 也就是说认为你登录了 然后能通过cookie这个值去找到session的值 然后去把那个用户名找到 然后把自己去删除 其实这个跟我们浏览器的机制是一样的 你登录完之后浏览器去访问删除 或者访问一个什么 获取自己的用户信息等等这些 也是通过这种把cookie带进去的方式 所以说本质是一样的 OK 那删除应该是成功的吧 所以我们expect 希望response.body.arrownumber.2b0 那我们期望它成功 好 删除完之后我们怎么判断它删除了呢 那我们就再次查询用户 应该不存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之前查询用户的那块 考过来就行了 好 比如说删除之后 再次查询注册的用户名 应该不存在 对吧 然后这里面去执行这个 is exist 然后把优责内幕反映出来 然后把优责内幕传进去 然后期望它那个返回值应该是.not.2b0 对吧 它应该不存在 OK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登录的测试用力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因为它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先按着看一遍吧 然后定义的用户信息 这个用户信息我们要重复使用 所以说我们在这定义一下 然后Cookie呢 我们将来会获取 为了绕过灯的验证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注册一个用户 它应该是成功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再重复注册 重复注册应该是失败的 然后再查询用户失误存在 那肯定也是成功的 对吧 我们已经注册过了 然后再是一个非法格式的 一个GP Schema的一个格式的检测 这个非法的应该是失败的 然后登陆 登陆应该是成功的 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Cookie给它拿过来 拿过来的目的呢 是我们做删除的时候 去把Cookie给它设上 然后去绕过登陆 比如说去模拟登陆 这个地方是删除 我们接下来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比如获取个人信息啊 以及获取自己的微博啊 等等这些 获取自己的关注人啊 等等这些 只要需要登陆的 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获取 然后再次查询 它应该不存在 因为被删了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执行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啊 npm run test OK成功了 就是没有红色 全是绿色就已经成功了 上面有一个冒错 我们看一下 AreaModel 在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冒错信息啊 就是class 然后这个AreaModel 对吧 cannot be evolved results new 也就是说我没有用这个 Nio去做这个 Model一个实力化 它在这个什么 controller user s42号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刚写的那个 删除那个地方 42号 到这儿 不是删除 原来是注册 大家看了没 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在之前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就有问题了 但是呢 我没有测到 我也没有注意到 这个Nio没写 然后这个优惑名已存在 在前端已经拦截下了 所以说它到了后端之后 这个逻辑不会走到 所以说它的错误也不会报 比如说如果我这儿 就是之前写了这么一个错误 不是如果 真的 我这个地方写了这么一个 也不能说很严重的bug吧 反正是 怎么说也是个bug 对吧 那我这儿写了这么一个bug 那如果是让我自己去手动试的话 那我肯定搜到这儿来 因为这块浏览器已经拦截下了 但是我用单元试试 把这个bug给找出来了 看到没 对吧 这就是单元试试的一个 正好是无形插柳 正好是我们演示了单元试试的一个功效 就是它能通过我们自己 写一些比较细利的 一些单元试试的一些逻辑 然后它能帮我们 把一些代码的bug给找出来 好 基本上 改完之后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看是不是还有错误 有错误我们继续改 OK 没问题了是吧 这次没问题了 没有红的了 好 那我们再开箱数据库吧 数据库里面应该也没有种类的数据 好 那全是张三和李四对吧 张三和李四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它有没有注册过 就是单试试有没有注册过新用户呢 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 就是 我们这儿的张代理四的ID 全部是二和三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ID是一 然后后来是二和三 然后我们再没有注册过对吧 再没有注册过ID 最大就是三对吧 如果我们新注册的话 ID应该是四是吧 按理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四已经被用了的话 数据库是不会再去用四 它会用五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试着去注册一个 把这个程序给它开起来 我们试着去注册一个 看它是不是四 然后我们注册 比如说注册一个张三和李四 万五吧 就随便写了啊 好 注册 注册完之后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它是六了对吧 也说四五都用了 正好我们执行了两次单元测试 也所以说两次单元测试 它真正的是在数据表里面创建了数据了 所以先把这个四和五 这个两个ID都已经占用了 所以说我们再去注册 它就是成了这个ID成了六了对吧 第一个是被占用了 第二个占用之后 它还立马清除了 它没有影响到我们那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个 它没有变成一些脏数据 变成一些冗余数据 并没有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单元测试 就是测试接口 并且把它的数据进入删除